用屁股去感受 搭機車驗收陸屏 韓國瑜突襲近臨界 高雄市民朋友要一條平坦的道路 是現代2019年 都已經2019年了 最基本的需求 高雄市角韓國瑜 過去就相當重視高雄的陸屏專案 更承諾要把道路鋪平 把5000個坑洞補好 你的一切力量來蓋路 這個路千萬不能出問題 好不好 拜託拜託 然而幾個月過去了 陸屏專案成效如何 韓國瑜特別開直播 親自乘坐機車 用屁屁去驗收 路大致上還是有些地方 還是要修補 有少不少還是有點嚎吐 就是說你想要整個很平順 沒辦法達到那個百分百的效果 可是騎起來 我想應該還算可以 還算可以 因為我自己可以 顛了兩次而已 在整個這樣騎過來 差不多十幾分鐘 顛了兩次 我們自己親身 用自己的屁股去感受 動動 路上來顛了兩次 視察的途中 還遇到警察領檢 韓國瑜也是乖乖受檢 隨即下車慰問警察同仁 爸爸 我們能喝酒 千萬不要酒駕 因為我們發現到酒駕造勢比例 我們覺得很奇怪 連利取利 他就可以惡阻 不少網友也留言贊許 八市長騎機車 很親民 但也有人認為作秀 先把四年事鎮做好再說 怎麼現在才看到蘋果台 蘋果台全新上線 六月十八日參考看看